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闭门会议期间 每天都有大批来自中国各地的访民到天安门、中南海等地 以撒船单拉横幅和口号的方式抗议中共的司法腐败 申诉自己的冤屈 闭幕日12号早上11点多 再有11位上海访民成功绕过安检 到达天安门经水桥 抛洒了数千份船单 在11月8日 中共三中全会开始的前一天 护生两市出现1%以上的大幅度下跌 13日 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护生两市再次大跌 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 表明投资者对三中全会并不看好 香港电视发牌风波 令香港特首梁振英的名望继续下跌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最新调查显示 梁振英的支持度评分 由10月中的44分下跌至11月初的41.2分 名望净值为负41% 两者都是上任以来新低 11日光棍节 中国不少网购业者看准这党单身商机 举办狂欢购物活动 中国安徽一名女子小新 11日生日不满丈夫加班没有陪她庆生 因而上网怒刷近18万元人民币 刷爆丈夫所有信用卡 老公隔日发现只好默默将商品逐一退货 新唐给她电视这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